你鐵之特殊 除了吸收天地之靈氣以外 還卻以外力輔助 每天六百斤 我幫你淬體 芳可大成 師姐 可不可以輕點 師姐 疼啊 我要是像你其他六個師姐一樣 輕飄飄地穿 你洗手才能下山 不过師姐 師姐 我 是得 好疼啊 不好 走走走 prot voud我 可不可以 小兔崽子 吃干抹尽就想跑是不是 师姐 刚才我是走火入魔 误会 误会 大师姐 刚才真的是误会 要不这样吧 这次您做的 小兔崽子 得了便宜还想卖官 讨打不成 你现在火毒入庭 需要选阴之体调和 这个是师父留给你的婚书 找到这个女人 和她阴阳调和 方可见你体内火毒 苏家道表姐 苏青梅 三十六地 这胸 这腿 完美啊 师姐放心 下山后 我一定练成神功 做一个像蒲公英一样的男人 把种子 撒向世界各地 小兔崽子 你就是个复兴汉 下山后如果遇到什么困谋 记得找你其他六个师姐帮忙 你二姐创办了一个叫 清城集团的公司 你三匹的音数虽然不如你 但也是大下有名的神 老四创办了五毛 老五则是进了娱乐圈 老六老七身份不明 我也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干什么 不愧是我夜天的师姐们 不过 大师姐最好了 少拼嘴 滚蛋吧 好 我这就走 这就走 臭小子 师姐在身上等你 什么 老师弟下山了 那我马上去找他 哈神医 情况怎么样 苏小姐的病情复杂 这要是放在一般人的肯定是不行了 不过老夫这还有华阳一针呢 可以替苏小姐续命 高爷子 咱可说好了 如果韩神医治好了清梅 等他病好了 得嫁给我 又劳韩神医了 你这一枝要是扎下去啊 我老婆就没了 小子 你他妈谁啊 竟然敢质疑韩神医的医术 神医 救他 你是来搞笑的吧 我不是神医 难道你是神医 我师称龙医大师 得到了龙医大师的真传 你年纪轻轻的 你懂什么艺术啊 龙医大师 我怎么不记得 收归你这么才的图片 你 你敢侮辱龙医大师 你找死啊 苏先生 这怎么个意思 老夫我看病最怕被人打扰 你找个矛头小子在这儿给我捣乱 你是不想让你孙女好了是吗 你是谁 为何来我苏家闹事 给我滚 老爷子 我不是来闹事的 我是来娶他的 我是来娶他的 香巴老 你无论说什么 就你也想娶青梅 你呸你吧 最好放干净点 不然别告不客气 老头 起开 我老婆 我来救 黄王 你年纪轻轻的 你懂什么艺术 你有行医资格证吗 谁说没有行医资格证 就不能救人呢 香巴老 你他妈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 治你妈的治 老爷子 想这种垃圾 赶紧把头抢出去 我不管你是谁 现在立刻离开苏家 不然 我对你不客气了 老头子 我真是来娶他的 而且我真能 闭嘴 韩沈医 还请您出手 好 我要给他下针了 完了 妈 还不滚是不是 想死是不是 苏先生 我已经给小姐使完针了 不出三分钟 他准能醒过来 多谢韩沈医 多谢韩沈医 三分钟 我看是不出三秒钟 人就要断气了 你他妈还在这胡言乱语 我看你是想死 三 不知所谓的后生 一点医术都不懂你算个什么东西 二 闭嘴 敢诅咒我孙女 来人 一 小师弟 我来了 韩沈医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 我也不清楚 是他 都是因为他耽误了韩沈医最佳治疗时机 老爷子 赶快派人把他抓起来啊 郭噪 住手 完了完了 我刚才用华阳针逼出了苏小姐体内的郁杰之急 他这一针 正好刺在了印堂 正好刺在了死血中 现在我 我 我也无能为力了 什么 小子 你害死了我孙女 我杀了你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在害他 我是在救我老婆 狂口笑儿 还敢恐出狂眼 苏老先生 现在只有一个人还能救苏小姐 真的 是谁 自然是我师父 龙一大师 我现在在打电话 我就是龙一 你是不是被哪个冒牌货给骗了 龙一大师到了 三十姐 龙一大师到了 三十姐 师父 您来了 龙一大师 还麻烦您救我孙女一命呢 哇塞 三十姐 你竟然偷我龙一大师的头衔 我闭嘴 再敢多说一句 信不信我弄死你全家 你说谁是 哎呀小师弟 师姐想死你了 师姐 你气得我闯不过气了 臭小子 要不是你大师姐说你下山了 我都不知道 你个没良心的 也不知道给师姐打个电话 还得我来找你 这不 我着急见我老婆嘛 她就是你的未婚妻 也就那样吧 还没我的蛋呢 她是龙一大师的师弟啊 龙一大师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这个香巴佬怎么可能是你的师弟啊 我主化的师弟是香巴佬 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给我师弟道歉 给我师弟道歉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个香巴佬怎么可能是你师弟啊 你要是再敢羞辱我师弟一句 我祝你汪家满门 师父 师父 闭嘴 我什么时候受你为徒了 带着我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 师父 她真是您的师弟啊 她才是真正的龙一大师 她的遗述比我强 哦 我知道了 这个女人也不是什么医生 她俩是一伙的 她俩在这演戏呢 苏老爷子 赶快把他们轰出去 闭嘴 干得龙一大师不敬 你爸也保不了你 龙一大师 请龙一大师输罪 刚才多有得罪 你先去忙吧 什么时候留的胡子呀 龙 龙一大师 什么狗屁龙一大师 人都被她给治死了 你哪只眼睛 看到被治死的呀 你全家死了 我老婆都不会死 想办了 嘴硬是没有用的 青梅她醒了吗 闭音 什么狗屁 一大师 人都被她给治死了 闭音 青梅 你真的醒了 恩人 是你刚才救了我吗 叫什么恩人 叫老公 你是我老婆 我不救你 救谁啊 小友 刚才误会你了 既然你救了青梅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提 我说过了 我要娶她 小友 这个恐怕不行 狗东西 听到了吗 不行 就凭你这赖蛤蜊 还想吃天鹅肉 你配吗 赶紧给我滚 小友 不是老夫说话不算数 只是青梅 已经定了婚约 我苏家能有现在 靠的就是诚信为本 所以老夫也没有办法 老爷子 既然你这么讲诚信 又有婚约 那我也没办法了 那就多谢龙衣大人体谅了 别急啊 万一和苏小姐有婚约的 是我 怎么办 谢谢老爷子成全了 滚开 你这个臭乡巴佬 我女儿绝对不会嫁给你 臭龙民 想娶我女儿 问过老娘没有 李阿姨啊 你总算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啊 青梅就要被这个乡巴佬啊 给拐跑了 王大少 你也在呀 放心吧 有我在 我不会让这个穷鬼碰我女儿的 我劝你嘴巴还是放干净点 哟 你是哪个 你管得着我吗 小子 你浑身上下值一百块钱吗 我都对一个穷鬼 我女儿嫁给你 和西北方啊 你说我师弟是穷鬼 看他这副穷酸样 不是穷鬼是什么 水莲 别胡闹 这婚书确实是真的 爷爷 你说这婚书是真的 真的又怎么样 我说不嫁就不嫁 你自己签的婚书 你自己嫁好了 你 滚回家种地去吧 你个乡巴佬 你怎么能配得上我女儿 我要是配不上 那没有人配得上 哟 好大的口气 瞧你这穷酸样 连给你爸妈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吧 还想娶我女儿 我看你呀 还是先撒抛狗尿 照照你自己 看看自己什么鬼样子 只有汪大少这样的青年才俊 才能配得上我们家青梅 相伴老啊 一听到 连你未来老丈母娘都站在我这边 你拿什么给我扔 我这里呢 有一张银行卡 里边呢 有一百块 拿着 赶紧回家 混泥巴去吧 赶紧回家 混泥巴去吧 妈 我是不会嫁给汪红叶的 你这个死丫头 你不嫁给汪大少 嫁给这个穷鬼吗 汪红叶号称江北千人斩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我的傻女儿 你懂什么 汪大少家大越大 但未明有几个情人很正常 等他结婚以后啊 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你说是吧汪大少 没错 青梅啊 咱俩结了婚以后啊 我肯定会好好对你 这样 我发誓 从今往后 我只爱你一个人 黄红叶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这算是我终身不嫁 我也不会嫁给你 收到 闭嘴吧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相巴佬 青梅怎么会拒绝我 汪大少 您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这个穷鬼 进我们苏甲门大 作为一个母亲 你不想着为女儿好 只想考虑怎么把女儿 卖个好价钱 你真是恶心 关你屁事 你只不过是个医生 这当老怕了你啊 找个乡把老当小白俩 缺男人啊 找我来看这儿 保证让你爽到满意 不如我师姐找死 来啊 打死我 就凭你 也可以跟我狗叫 把你全家 回到这马头里 再说一遍 我就说十遍 在这江北 我的话就是天 今天老子就背了你的死志 让你像哈巴狗 也要趴在地上 看着我和青梅 断黄 遗言说完了 现在该我了吧 这一巴掌 是你敢侮辱我师姐 你 这一巴掌 是你满嘴喷粪 别打了别打了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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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错 我以为你们是太山法 放了吗 我错了 道歉有用 要我做什么 臭小子 难不成你还敢打我 汪大少 汪大少 你快走 师父说过 世间不公平事 一件而已 你要真敢来 我真敢打 八老 你给我等着 死仇不报 事不为人 我让你知道 得罪我们汪家的下场 都怪你 这个穷乡八老 今天你把汪大少得罪了 你害惨我们苏家 你 你 你没事吧 没事老婆 我练过铁头功 这点事不算什么 你说是吧 三世姐 逗小子 故意在我面前秀恩爱 七世姐是吧 老婆 你说咱们两个人 什么时候成亲呢 成什么亲 我女儿才不会嫁给你 这个穷逼呢 妈 我决定了 我就要嫁给她 傻丫头 你在说什么傻话呀 她配吗 一个穷光棍 都比脸还干净 你怎么能嫁给她 老爷子 我老婆已经同意了 你不会阻拦吧 既然你们本来就有婚约 青梅也同意了 我自然不会阻拦 只是 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提 你个香巴老 提了条件你能做到 本来想让汪大少 帮我们集团挽回损失 现在好了 你把汪大少得罪了 这可怎么办 你可香巴老 要是你能给我们苏家挽回损失 我就同意你和青梅的婚事 可以 小事一桩 妈 你这不是故意刁难夜天吗 想要救活苏氏集团 恐怕只有青城集团相助才行 她 她怎么可能做到 没事 老婆 你想要十个亿 还是一百个亿 你尽管跟我说 我去青城集团 找二十姐 十个亿 一百亿 还打个招呼就行 你不吹牛能死啊 你怎么不说青城集团 就是你的 青城集团 不是我的 不过二十姐的 就是我 就这么说定了 我去青城集团 找二十姐 三十姐 我们走 呸 臭老鸡 满嘴抛口车 我告诉你青梅 以后你少跟这种人来往 等你好了 就去找汪大少 道歉 他那么喜欢你 一定会原谅你 然后帮助我们集团 小师弟 咱俩这么多年没见 今天 师姐给你接风 洗尘 咱俩 不醉不归 赞师姐 小酌一情 大酌伤肾 咱们 小酌就行 不 你这次下山 师姐他心地里高兴 这些年 要不是怕耽误你修行 我早回去找你了 忍了这么多 终于可以不用忍了 所以喝 好 一醉方休 这位美丽的小姐 能不能 让我请你喝两杯 滚 别打扰我和我小师弟团聚 来 小师弟 咱们继续喝 小姐 她是不认得我吧 我 江北庄家 庄必烦 没有听到我师姐说 让你滚吗 小子 我劝你实相点 自己滚 穿一身相伴老的衣服 也配 与这位美女约会 敢让我小师弟滚 你算什么东西 妈的 臭婊子 你敢泼我 真希望 今天晚上 你在床上演的这么样 敢侮辱我师姐 道歉 好小子 你敢打老子 你信不信 道歉 行 你等着 喂 我在你们餐厅挨揍了 你他妈人呢 算了小师弟 不要跟这个傻逼一般计较 来我们继续喝 好 喝 今天晚上 让你在我的发家喝 怎么 怕了吧 怕了就立刻跪下 磕头 不然 敢侮辱我小师弟 好打 小师弟 咱们回家吧 好 三师姐 走 回家 庄少爷 对不起 有什么事情 老子在你的地盘里挨了 今天 不是他死 就是你死 选一个吧 都给我们干什么 上 敢打庄少爷 干死 三师姐 你在这稍微一等 等我把他们处理完 咱们就回家 来啊 打死我 来啊 打死我 你们也不行啊 也打不死我呀 给我师姐道歉 爷 我错了 你们二位 就把我当是个屁房了吧 小师弟 我醉了 我们回去吧 好 三师姐 咱回家 你 妈的 老子迟早弄死你 看什么看 给老子滚 小师弟 我美吗 嗯 美 那你说说 哪里美 师姐 哪哪都美 小坏蛋 往哪儿看呢 嗯 没有 没有 师姐 我 我哪儿也没看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 我们还得去 你二师姐那里呢 好嘞 好嘞 命运再次转动 我们姐妹七人 全靠你了 小师弟 哟 讨饭 讨到我们 青城集团来了 你怎么 记吃不记挡呢 你少在这装逼了 瞪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这是你撒影的地方 是墨青城 约我们来的 你确定要跟我们走 你别在这 我们墨老板多忙啊 会见你们 整个江城 都没有能让我们墨老板 亲自接见的人 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钟教理 哪个不开眼的惹到您了 我收拾他 只是个经理 你装什么逼啊 你也少在这吹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跪下 给我磕三个想头 否则呀 让我给你磕头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打我 给我上 小子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敬 现在立刻跪下 给我磕头 今天别想完整的离开 我好怕 希望一会儿 你还能这么努力 喂 老师弟 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师姐 我在你公司楼下 被人欺负了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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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真有我们牧总的电话呀 我跪下给你舔鞋 舔鞋 我还嫌你脏呢 给我上 那我给我住手 你 把我 收拾的 牧总 您怎么来了 您稍等 我把这两个小杂碎一处理 就向您汇报工作 杂碎 你说谁是杂碎 就这两个乡下来的乡八老 还大言不惭的认识您 您放心 我马上就要把他来弄死 就凭你也敢欺负我师弟 你被开除了 给我滚 牧总 牧总我错了 牧总你原谅我一次 这次我错了牧总 求饶干什么 刚才 你不是很嚣张吗 爷爷 我不爷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 您就当我刚才是在放屁 您饶了我吧 行 那你把我鞋挺干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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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连我鞋 我还嫌脏呢 脏了鞋 我还得自己穿 好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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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小师弟 听说师父给了你一纸婚约 是跟苏家大小姐 哎 师姐 我还有件事情 想求你 苏家海 让我把所有和苏氏集团的客户都找回去 我才能和苏青梅结婚 哎 怎么 想让我帮你啊 那你不得给我点好处 那你不得给我点好处 莫天成 或许调戏小师弟 说的好像你没调戏过一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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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咱们说正事 这还不简单 我会派人去处理的 不出一天 他们就会乖乖回到苏氏 我就知道二师姐 最疼我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呢 这张卡不限额 全江城只有三张 你拿去随便用 另外这个是云顶别墅的钥匙 我已经派人收拾好了 我就知道二师姐对我最好 吃软饭 真香 对了 今天有个晚宴 你俩陪我一起去吧 正好帮小师弟处理一下苏氏集团的事情 二师姐 你真好 臭小子 坏人巧语一套一套的 昨天还说是我最好呢 二师姐 我们两个别听他归扯 他呀 就是欠抽了 好啊 抽他 喂 老婆 你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呀 猪有空吗 陪我吃顿饭 好 我马上就到 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出手 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你是我老婆 我不就你 那我不得手管啊 每一个正行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对了 苏氏集团的事情 你就别担心了 我已经有办法了 老婆 你不要太操劳 事情 我都给你办了 明天就能 哎呦 是不是苏大小姐吗 这个土老婆 还不会是你养的小白脸吧 吴灵灵 你嘴巴放干净点 怎么了 老同学 我不就是开个玩笑吗 你该不会生气了吧 像你这种人 也配跟我老婆开玩笑 你个被包养的小白脸 也配跟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公 人家贵宾席做腻了 想做这儿 李经理 安排一下 我们要坐 这里 二位 请让一下 骑走 可是我们店里的贵客 他想坐哪儿 哪儿就是贵宾席 你们要是不配合 我就只能请你们出去了 天哪 还不快滚 我要是不走呢 叶天 我们换个位置吧 老婆 你坐在这就好 想玩什么花样 听不懂人话 骑总要生气 把你们全家绑一块关在上 都不够人家解气的 好好的人不当 不要当狗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烟香阁 可是青城集团的产业 你小子敢在这儿闹事 不想活了 你说 这是青城集团的产业 没错 那如果 我的贵宾卡 比他极高 是不是 该滚的就是他 能有比我高级的贵宾卡 你吹牛皮的 不打草稿 是不是 你要是有高级贵宾卡 老子给你磕三个响头 行了行了 别在这儿说话了 赶紧滚 赶紧滚 三个响头是吧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那臭农民 没有实力就不要出来装逼 定人现眼给谁看呢 小白俩 难过敢吓谁呢 闭嘴 叶先生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冲撞了你 李经理 你给这个乡巴老跪下干什么 你懂个屁 像这种至尊黑卡 整个江北持有的人不超过三个 每个都是全是滔天的大人物 你这张卡跟他的比 屁都不是 李经理你是不是疯了 他就是个臭屌丝 苏七梅的小白俩 能是什么大人物 你什么给老子闭嘴 叶先生 你放心 我一定狠狠叫起他 他买到非洲去 怕了还不快滚 是 别打扰我和我老婆吃饭 是 是 等等 叶先生 还有什么吩咐的 我说的是滚 你 别切太甚 李经理 这个人 在青城集团闹事 该怎么办 还不滚 好 我滚 叶天 你怎么会有这张卡 我师姐送我的 哦 楚神医 那是三师姐 是我二师姐送我的 沐青城 青城集团的总裁 沐青城 青城集团 你骗三岁小孩呢 没有 我没骗你啊 好 我相信你 对了 晚上有个宴会 你陪我一起吧 行 哎呀 我操 叶天啊 你个穷逼 还能参加这么高堂的晚宴呢 汪红叶 你要干什么 哎 青梅啊 我能干什么 我就是想告诉你 像他这样的穷屌丝 根本就配不上你 不劳你费心 叶天是我男人 所以请你不要诋毁他 你男人 你个死 废物 哼 苏家最后的考验 你肯定得去 我看你到时候 我帮你屁事 走 老婆 苏小姐 不好意思啊 普通邀请函 不能待会进场 嘿呀 废物就是废物啊 连个门都进不去 还是回家种地吧 叶天 对不起 我 我能进去 傻缺 这个晚宴 可是青城集团举办的 能进去的 都是非富即贵的大人 一个都比脸都干净的 蜘蛛鱼 嗯 你上哪儿去 没有邀请函 我不想你玩意儿 哼 土鳖就是土鳖啊 真当是你家的菜园子呢 想见就见 没有邀请函 你在这儿吹什么 有意义 叶天 要不我回去吧 哼 废物啊 最后还不是靠一个女人 给你擦屁股 哦对了 看到了吗 要不这样 你从这儿给我钻进去 也许我心情好 可以带你进去 看到了吗 要不这样 你从这儿给我钻进去 也许我心情好 可以带你进去 王红叶 你别太过分了 老婆 别跟这个弱智一般见识 我打个电话 干什么呢 在这吵吵嚷嚷的 谁在闹事 王总管 就是这个 他说什么 没有邀请函 也能混进去 这不是打咱们 青城集团的脸吗 是吗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 相伴老 王总管今天啊 要在这接待 一个尊贵的大人物 你敢在这儿闹事 想死不成 什么大人物 比我还大 你还在这吹 王总管 你给他打个半死就行 剩下的交给我 我跟帝有点思想 你算什么东西 叶先生你也该惹 不是 王总管 你是不是打错了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你算什么东西 干惹叶先生 叶先生 对不起啊 让您受惊了 我认识你吗 今天呀 您在公司 我呀 有幸 远远的见了您一面 王总管 你绝对是搞错了 叶天的就是个臭 臭农民 叶先生 就是我们青城集团 今天邀请的大人物 快点 给叶先生道歉 对不起 叶先生 我错了 我怎么会和一个情调丝 一般见识啊 老宝 我们走 叶天 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这就是你们有钱人的生活 叶天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老公啊 好好说话 正经一点 好 我正常一点 我就是你 帅气的老公 人见人爱 花见花 别嘴平了 算了 我不问你了 叶天 我去走动一下 你先自己逛逛 小混蛋 有了老婆 连师姐都忘了 三师姐 师兄梅 她一哭二闹 我才来的 在我心里 三师姐最重要了 有嘴花舌的你 偷打 别生气了 来 进 别跟我玩这一套啊 不过你要是把我很开心了 我的确有个大力要送给你 什么大力啊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对了 二师姐在楼上等我们 说是要给你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人 走吧 哦 来了 给你们介绍下 这位就是我小师弟 叶天 吴总 这位就是叶上 这什么情况 前辈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叶少主 可认识蓝阴二 前辈 你认识我四师姐 她在哪啊 少主教我梦有道就行 蓝盟主还在武盟总部 但她曾说 见您 如见她本人 这就是你四师姐 送你的理由 叶少主 以后有任何事 您尽管吩咐 我梦有道 必定万死不随 我知道了 叶先生 出大事了 苏小姐出事了 不必说了 苏小姐 苏姐有什么 什么可合作的 浪费口声 吴总 有什么事情 您可以再谈 谈 真要谈的话 我就直说了 我在附近呀 有一座别墅 你要是过去陪我 玩个两三天 我也开心 兴许就答应了 吴总 请你自重 苏小姐 把腿 张的事情 这么难吗 你们苏家就是个空壳子 老子动你是看得起你 别他妈给脸 不要脸 你敢动我 你扯受得住吗 你别再卑鄙无耻 还敢打老子 江北第一美女是吧 还真把自己当的人物 老子今天就弄死你 敢欺负我老婆 你找死 还敢打老子 老子今天就弄死你 欺负我老婆 找死 对不起 我来忘了 我好害怕 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不会的 有老公在 谁也不能欺负你 敢动老子 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吴家大少 你敢动我不成 吴家就算天翁老子来了 混蛋 你知道我吴家是什么吗 有本事是 江南十大家族之一的吴家 这下有好机卡 这小子敢挑衅吴家 上下老小估计一个都跑不掉 小子 你今天要是动不了我 我灭你全家 孟老 救我 孟老 快救我 小子 孟老可是五盟副盟主 五道宗师 你今天死定了 是吗 孟老 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快弄死这 闭嘴吧 你算什么东西 没有到 护主来迟 请叶先生责罚 什么 什么 孟老 你老糊涂了吧 怎么给他下跪啊 放肆 即便是你爹来了 在我家少主面前 也得三寇九拜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小子 这就是你的底牌吧 众所周知 孟老沉浸武道 常年闭关 你请的演员 叫下来 糊弄我们吴家 师姐 今晚 我就要江北吴家 贺长 你说什么 灭我们吴家 哈哈 你知不知道我们吴家 在江北 那就是天 你还可以嚣张 吴妙子 跟老在这儿装逼 不能死 喂 李慈 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现在青城集团 断了吴家所有的合作 还有制裁我们 不孝此初上 你今天就算是 把一盖跪穿 也要求那位 大人物的原谅 不然 就别回来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呀 就是你瞧不起的 小人物咯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住口不如 你放过我 放过我们吴家 你刚才 不是说要动我全家吗 怎么现在跪下了 来呀 站起来 急也嚣张啊 大哥 爹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放过我 你放过我 你放 求饶有用 要我做什么 三天 你还有三天时间 供你小块好坟了 来人哪 把他给我扔出去 老婆 没事了 叶田 我真的好害怕 万一你受伤了 我该怎么办 老婆 你放心 那种酒脑饭蛋 还伤不了我 怎么样 合作谈怎么样 大部分已经谈好了 只有吴家 他是苏家最大的合作商 失去他 家人不会罢休的 叶田 我是不是还没用 不是 我老婆 最厉害 肯定 会有更大的公司 找你合作的 哪有那么简单 对了 青城集团 为什么突然断了 和吴家的合作 老婆 我和你说过了 沐青城是我的师姐 他是青城集团的总裁 真的 嗯 某些人死到临头 还在这吹牛逼呢 某些人死到临头 还在这吹牛逼呢 哎 叶田 就凭你也配冒充 牧总的失定 要我说啊 你就干脆找个马桶 把自己淹死得了 省得一会儿 留人现眼 哈哈哈哈 有些人 又提养了 少在我面前撞命 这是青城集团的晚宴 一会儿牧总就 等他到了 我看你怎么死 牧总的 哎 外面不是说 牧青城从来不看家晚宴 也不在这种场合 抛头露面呢 我去 牧总怎么朝我走过来了 难道他对我有意思啊 他真是太美了 简直就是仙女下凡 哎 女神看我 进了会不会放我牌子 牧总你好 我是汪家的长子 很早就想认识 滚 汪胡叶 你这应该撒破尿罩找 自己现在什么鬼样子 你他妈给老子闭嘴 老子在跟牧总说话 哪里轮得到你来插嘴 万一人家找的是我呢 你一个小小的苏家坠续 被女人包养的小白脸 牧总能看得上你 牧总 不要因为这个废物 而影响咱们的心情 我们那边要 敢骂我小师弟 汪家可以消失了 不是 小师弟 可真的是 王主管 把这个人给我扔出去 还有 青城集团跟汪家所有合同 全部解除 喂 牧总 牧总你听我解释 牧总 牧总 放开我 二师姐 隆重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老婆 苏青梅 牧 牧总好 叫我青城就好了 初次见面 没有什么礼物给你准备 过两天 送给你个十个月的合法吧 十个月 老公 你叫什么 没什么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感情是需要培养的 比方 你亲我一口 我亲你一口 对不起 小王八蛋 你还敢来 妈 从今天开始 这里也是夜天的家 咱们家没有那么多房间 想要住 住院子里狗窝去 妈 你怎么说话呢 要是真没有房间 她可以跟我住一起 臭小子 你到底给我女儿 灌了什么迷魂堂 妈 你之前不是说过 只要她帮我解决合同的事 就答应我们的婚事吗 对啊 那又怎样 她能解决个屁 她帮我拿到了 清城集团的订单 现在 总不能反悔了吧 你说什么 她能拿到 清城集团的订单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 夜天比你想象的 有能耐多了 走 跟我上楼睡觉去 老婆 这什么意思啊 今晚我睡床上 睡地上 这不合理啊 那这样合不合理啊 这就合理了 这还差不多 对了 后天是一夜寿城 我得抓紧时间 联系合作商 这张卡你拿着 明天去挑个礼物 老爷子很挑剔的 你要好好寻一寻 我有钱啊 这一码归一码 明天好好的 给老爷子挑一个 行 包在我身上 三十姐 这么晚了 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啊 你的小徒弟 沈千秋 听说你在江北 求着要见你 没空 明天我要给 苏老爷子买寿礼 寿礼 那正好 沈千秋就是做 古玩生意的 而且在龙国都 很有名望 明天带你去看看 行 那就这么定了 沈千秋有点事 待会才能到 我们两个先进去 顺便你帮我睁张眼 合着 我就是个工具人啊 别骗嘴了 快走 沈千秋 江北古玩界 听说您要来 特地为您举办了 一场宴会 这是请简 我待会要去见一位 古玩界的大人物 没空当理他们 龙国古玩界 除了您 谁还有资格 被称为大人物 当然有 我的师父 神眼大师 什么 竟然是那位 楚小姐 这就是您要的 清代和田白玉 色色不错嘛 你看看 四姐 你被她骗了 这东西 是个假货 啊 臭小子 你在瞎逼逼什么 我可是 健保协会的副会长 是真的假的 我能看不出来吗 这本来就是假货 要不 再看看 闭嘴吧 臭小子 这块玉佩 可是神眼大师 亲自鉴定过的 臭屌丝 你知道神眼大师 这四个字的分量吗 哈哈 你还是滚回乡下去 玩泥巴去吧 神眼大师 我什么时候 鉴定过这个破玩意儿 你 神眼大师 哈哈哈哈 哎呀 不知道是哪家精神病院 没关好 把你放出来 臭小子 敢冒充神眼大师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我看该死的是你吧 打着我的名号 欺骗顾客 你真是坏套了 臭小子 看你是纯性找叉 你知道这家店铺是谁的吗 这家店铺可是 古玩协会会长 沈千秋 沈老板 竟敢在他的地界闹事 还敢侮辱 古玩界的大佬 神眼大师 今天你就别想活着走出去 谁敢在我师父 沈千秋的铺子里闹事啊 哦 原来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啊 原来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啊 二叔 嘿嘿嘿 小凡 你怎么过来了 二叔 今天我师父 要来接见一位大人物 所以 先让我来迎接一下 嘿嘿 是哪位大人物啊 能让我师父亲自迎接的 那肯定是古玩界 登峰造极的神眼大师 神眼大师 那可是贵客呀 臭小子 还敢冒充神眼大师吗 今天我就要你原形毕露 好 我等着 臭屌丝 你说我们店卖的是假货 那不然呢 就你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你懂个毛的 你现在立刻跪下 给我个三个想头 然后再学几声狗叫 我勉为其难 教你及时见 怎么样 就你 还想收我为土 你配吗 我不配 老子可是沈千秋的徒弟 你可不学无数的东西 凭什么致用 沈千秋 你是沈千秋的徒弟 那你 应该叫一声师祖 我呸 你敢冒充神眼大师 还敢侮辱我师父 你找死 今天这块玉佩 你要是找不出证据来 可就得花十倍的价钱 把它买下 或者用它来还债 那如果我能证明它是假的呢 要是假的 我这店里所有的东西任你挑选 你整个店里卖的东西 我都瞧不上 那叫这个吧 臭屌子 就这块破石头 你也稀罕 别废话了 开始吧 这是滴水碧雨 什么 这个方法 在龙国 好像只有 古丸行的泰山北斗 神眼大师才会啊 水滴剧不散为真 水滴散为假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不可能 我明明已经看过好几遍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因为 你眼见太差 你 别以为你赢了一块臭石头 你就在这得意 刚刚你侮辱我师父 等他来了 有点好看 小凡 我让你接的客人 接到了吗 啊 这种品质的狗头巾 简直世界罕有啊 什么 狗头巾 怎么可能 它只不过是一块 普普通通的垃圾石头 怎么可能是狗头巾呢 怎么 你在质疑我 不敢不敢 我不是这个意思 二叔 这石头是我们的 不能便宜这个小子 对 小子 你真可以走 但是石头 你必须得留下 小白脸 我劝你 还是乖乖把东西留在这 否则 我让你出不去这个门 师父 你打我干什么 谁给你的胆子 师祖都敢威胁 什么 师父 你确定没人所人 这个废物 是师祖 废物 如果连神眼大师都是废物 那我沈千秋 怕是连屁都算不上 什么 怎么可能 他是神眼大师 这 师父 托儿来迟了 请师父责罚 你的徒弟 和你的员工 都好牛逼啊 你应该是我师父才对 张碧凡 即日起 我不再是你师父 你们庄稼所有的生意 我沈千秋 全部封杀 师父 是我错了师父 师祖 师祖 请您帮我求求请 要不我爹知道 不会饶了我的 还敢讨扰我师父 捆来人 拖出去 报答一顿 师祖 我错了 师祖 我错了 小师弟 既然现在礼物已经买到了 那我送你回去吧 好了 走 时间 恭送师父 我让你给爷爷买的礼物 你买了吗 嗯 这个 老爷子 一定喜欢 我让你买礼物 你就买了一块破石套 算了 马上就要迟到了 先进去吧 小师弟 我听花花说 今天是苏老爷子的寿宴 放心 我待会儿就过去跟你撑场面 行 那待会儿见 走吧 承蒙诸位后外 前来参加老夫的寿宴 无声感激呀 苏老爷 寿笔南山 不好意思啊 爷爷 我们来晚了 苏青梅 你早不迟到 晚不迟到 偏偏在爷爷的寿尘上吃 你是不是没把他老人家放在眼里 别吵了 先坐吧 爷爷 今天可是除了咱们自家人 在座的都是各界精英 他带这么个臭小子来 这不明摆着给您难堪吗 苏华 你嘴巴放干净点 叶天是我的老公 我带他来参加爷爷寿宴 有什么问题吗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妹夫啊 不知道今天爷爷的寿尘 你是不是空着手来的呀 当然不是 我带了厚礼 就你 还厚礼 老子说你两句 还装上了 昨天聚宝斋 开出了一块狗头巾 我听完了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来 爷爷我把他献给你 天哪 竟然是可遇不可求的狗头巾 听说世界各国的皇室 都以狗头巾为骄傲 没想到苏公子出手如此阔绰 小华 你有心了 爷爷你喜欢就好 不像有的人空着手来 还好意思坐在那 真他们丢人 是吗 送块假货 你就不丢人 送块假货 你就不丢人 闭嘴 你个废物 还嫌我们家不够丢人吗 爷天 别说了 我们走吧 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这个乡巴佬 不就是想来蹭顿饭吗 你现在给我滚到门口去 我给你加上板凳 你多吃一点 爷天 你可有证据 不需要证据 因为真的狗头巾 在我手上 吹 你接着吹 你是不是还想说 昨天聚宝斋那块 是你买来的呀 不是买 是沈千秋送我的 送的 还沈老板送的 我说你个臭狗 不会是脑袋被门夹了吧 爷天 你赶紧放下 你知道这玩意儿有多贵吗 弄坏了 你几辈子都赔不起 狗头巾 作为矿石 表面不应该这么凭证 你这块 是人造的 你个臭屌丝 不会真的以为自己会鉴别矿石吧 既然你这么想要装逼 那我就邀请李会长来帮我鉴定一下 李会长 您是矿石研究协会的会长 不知可否商量 苏公主 生情难缺 我李某人便现丑了 诸位 经我鉴定 这块狗头巾 的确是假物 李会长 这块石头 可是我花了一千万 从聚宝栈买来的 你说它是假的 我说过 真的 在我手里 是你收了这小的黑钱 联合起来 一块坑我吧 小华 不许对李会长无礼 对不起李会长 刚才太冲动了 冲撞了您 这位年轻人说的没错 真的狗头巾 表面常有流壮突起 坑坑洼洼 极其不平 而非这般光滑 其实 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就是 叶天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请问苏公子 这金子 有黑的吗 我们相识多年 怎么会骗我 我的一千万呢 看好了 这个 才是真的 苏华 你干什么 假的又怎么样 叫你们这种穷逼 能拿得出真的来吗 你摔的 可是五千万 你赔得起吗 五千万 骗鬼呢 像你这种穷逼 能买得起 这么贵的礼物啊 确实 五千万的礼物 叶天 年轻人 就不要太嘴硬了 沈先生 是什么风把 您给吹来了 祝贺苏老爷子 万福永康 这到底是哪个 娃娃在扔的 沈先生 不过是一块假货 你至于吗 假货 这可是昨天 古完成出的那块 狗头肌 价值五千万 说这是假货 它值五千万 现在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算真的有怎么样 就你这种身份 这块骨头肌 一定是你偷来的 我的傻女儿 你瞅瞅 这就是你找的男人 爱慕虚荣 还喜欢干 偷鸡摸狗的供 你赶紧和他分开 妈 我相信 叶天他不是这种人 叶天 我不和你个臭屌子 一般计较 我还有第二件礼物 你有吗 这 这是一个亿的订单合同啊 这可是青城集团的订单 如果运作适当 至少获利 几千万呢 想不到苏公子 还认识青城集团的人 苏家靠上青城集团 这棵大树 怕是要一飞冲天了 爷爷 刚才那份礼物呢 就只是个贼衬 这 还是我送给您的惊喜 好好好 无愧是我的好孙子 坐坐 叶天 三天的期限已经到了 你不会一个合作商 都没找回来吧 相信他 还不如相信朱能上述 不是这样的 公司所有合作 已经全部恢复了 全部恢复了 就凭他 连家里养的狗都不如 指着他去找合作 简直可笑啊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你不会以为 伪造一份假额头 盖个萝卜章 就能满山过海吧 苏华 你少在这颠倒黑白 我的傻女儿 你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这小子心术不正 绝对不是好人 敢拿份假合同来欺骗我 你们当我瞎吗 哼 敢拿份假合同来欺骗我 你们当我瞎了 爷爷 我可以保证 这些合同绝对是真的 闭嘴 这个事我还向着他说话 你不要命了 怎么 还想赖在这 那我就满足你 来人 给我找套狗链子 把他拴到门口去 你们快看 新闻头条 第一条就是苏氏集团 恢复与其他公司的合作 这小子真的做到 叶天 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既然条件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和青梅的婚约 自然是 不对 爷爷 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他们能够回来 都是冲我的苏家的面子 跟他有个屁关系 就是 他这种身份卑贱的下等人 怎么可能让各大公司回心转意 爷爷 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们之前是说好了的 都别吵了 叶天 这样 你再谈一个合作箱 且价值不低于一个亿 我就同意 你和青梅的婚约 一个亿 我给你们十个亿 十个亿 说拿就拿 你没给谁啊 沐清城啊 巧了 沐清城是我师姐 十个亿的订单 真不多 清城集团可是江北排名第一的鸡 你一个吃软饭的 敢跟沐总盘关系 吵死 这么傻逼的孙女婿 苏家可是倒了大霉了 刚才的话传出去一句 苏家必死无疑 叶天 你还不闭嘴 闭嘴 我哪句话说错了吗 爷爷 沐总确实是叶天的姐姐 这十一订单 是他送的见面礼 苏青梅 这小子是傻逼 你也是傻逼啊 口口声声说 十个亿的合同 在哪呢 合同 合同 在我师姐手上 他马上就到 没有合同 你给我装什么屁啊 沐总是何等身份 他能来我们苏家 他不来 谁给我送合同啊 叶天 今天 你得罪了清城集团 我们苏家 也保不了你 所以 你和青梅的婚约 就此解除 老爷子 确定要解除婚约 你算什么东西 敢威胁我爷爷 我看你人欠抽 武蒙蒙主 梦有道道 清城集团 慕清城到 武蒙蒙主 梦有道道 清城集团 慕清城到 快快有请 二位大驾光临 苏家真是 蓬壁生辉啊 快请上座 都是自家人 不必客气 苏小姐 前两天说要合作 今天我把合同 给你拿来了 苏小姐 我们武蒙 刚拿下一块地皮 准备投资武馆 这项目 就交给苏小姐吧 清梅啊 你可要好好做呀 莫要辜负了 二位的希望 我们苏家 可算 要崛起了 爷爷 那我跟叶天的婚约 从今以后 就不要再提 这件事了 你们两个人 身份差距太大了 你小子 怎么还不滚 你让谁滚 木总 我是让叶天滚出去 他一个 你腿子在这儿 怕是扫了您的心啊 好啊 敢骂我师弟 你们苏家 好大的威风 师弟 你说 叶天 是你的小师弟 你们敢欺负 我最宠爱的小师弟 好啊 从现在开始我宣布 所有公司 都不再跟你们合作 苏家 可以从江北出名了 孙女军 刚才呀 都是玩笑话 你别放在心上 玩笑话 若我师姐今天不来 我和清梅 就要被赶出苏家 你们苏家 还真是成绩没问呢 叶天 你个小小的坠婿 也敢质问老爷子 畜生 给我闭嘴 都是误会 我的好孙婿啊 不用废话 从今天起 我不再是你孙女婿 这些合同 也跟你无关了 这些合同 也跟你无关了 别 别 叶天 你是我们苏家的贵人呢 你不能走啊 你有什么条件 你尽管提 也行 把公司90%的股份 转给清梅 还有 让这个家伙 道歉 爷爷 您可别上当 我可是苏家的长孙 我要是跪了 咱苏家 您的颜面 可就尽失了 苏老爷子 你可想好了 叶天 你个吃软饭的 想让我跪 你算是什么东西 你也处 敢骂我孙旭 赶紧给人家跪下 道歉 不然 你给我滚住苏家 好 跪 对不起 大声点 没听见 对不起 滚吧 这次只是警告 再有下次 将被再无苏家 一定 一定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 瞒着我 老婆 我从来没有瞒过你 我跟你说过 我有七个师姐 好了 我知道了 好啊你 有了老婆 就忘了师姐了 看来大师姐 抽你鞭子 还是抽少了 哪有哪有 对了 我有件事情 要跟你说 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大师姐出事了 什么 进来吧 小师弟 哦 还知道回来呢 要不是拿大师姐说事 咱们的小师弟 才不回来呢 都被媳妇勾走魂了 哦 大师姐 你骗我 大师姐没事 没事就行 她倒是没有骗你 你大师姐 确实有一点麻烦 你知道大师姐 在山下的工作 你是知道的 大师姐这么强 都能遇到对手 那对手 多强啊 只知道对方实力雄厚 高深莫测 就连上一次 你师姐出任务 甚至都受伤 过几天 你大师姐会来江北调查 并且亲自举办 你的接任大典 接任大典 没错 龙王殿主的接任大典 届时全球巨拨都会参与 共同见证这场盛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小坏蛋 到时候大师姐回来了 你可别没良心的 只顾着自己媳妇 放心 我一定帮大师姐 铲除那些坏蛋 敢欺负我叶天的师姐 我一定让他们 死无葬身之地 算你有良心 原谅你了 那二位师姐 没什么事了吧 没事 我就回家陪老婆了 刚还说你有点良心 准备给你点福利呢 行吧 你回去吧 福利 什么福利啊 我不走了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二位师姐 准备好了吗 我进 我进来了哟 二位师姐 你们玩的是不是太刺激了点啊 这份生日礼物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师弟啊 你说 是我们两个好看 还是你喜爱好看 当然是我二位师姐好看了 喜欢算得上 护肌什么 前夕还没开始呢 我已经等着急了 快带吧 喂 你说什么 大事不好 汪红叶把你老婆抓走了 去了国际大饭店 什么 汪红叶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干你啊 我警告你 你要是改破我 叶天不会放过你的 叶天 就那个死废物 你提他有什么用 别说他不在 你滚开 就算在 正好欣赏一副活春宫给他看 让他知道你有多爽 滚开 老子不发魂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厉害是不是 干你十几次你才知道我有多厉害 放开我 别说你还真挺香 像你这种级品怎么能便宜的叶天这个 对不对 还是让我让你愈闲愈死吧 放开我 哎 叫我 大声点叫 你越叫老子越兴奋 来吧宝贝 哈哈哈哈 红叶 叶天 你招死 你招死 你别过来 过来我吓死他 正好你来了 让你欣赏欣赏 我怎么调教你老婆 哎呦 不过话说回来 你老婆 哎呦 还真香啊 让我忍不住 想干她十几回 哈哈 别怕我来了 叶天我刚才好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叶天 你先打我 打你怎么了 我 为了你 老子 母亲同胖死者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敢在老子面前装逼 你今天敢动我 信不信老子立马让汪家灭了苏家 包括你这个吃软饭的窝囊废 汪家 很厉害吗 怕了吗 怕了就给老子混一遍去 等我跟你老婆爽完 才让你爽一下 怎么样 哈哈哈哈 哎 你老公来了又怎么样 他不过是个怕死的对毛贵 赶快把姿势给我摆跑 让我爽完 也许我还考虑放过他 哈哈 谁说是你爹来了 就是大罗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你 打电话 给你这个机会 喂 红叶 喂 爸 我 我命根子被人摔了 什么 有人费了你命根子 谁这么大胆子 你现在在哪 你儿子现在还只是个被人 十分钟内补不来 他就是个死人了 小子 我警告你 如果我儿子出事 我要你全家错谷养晦 老爷 少爷出事了 传我家主令 帮下所有高手 跟我去杀人 叶天 我们赶紧走吧 王家全是滔天 黑白痛吃 我们是惹不起他的 没事 我能处理 小子 你敢把我儿子弄成这样 赶紧放人 放人 他帮我老婆 今天 必须死 就有这样的你腿子 跟一把刀子 你都不敢动我儿子 一根好毛 别说我儿子绑架你老婆 就是当你的面把你老婆上了 也是你的荣幸 懂吗 爹 你别弄死他 弄残他就行 我要找十个大汉 玩死他老婆 来啊 你快弄死我吧 你弄不死我 我就搞你的老婆 我就搞你的老婆 那你 就去死吧 我给 干他 红野 我的儿 给我上 弄死他 你儿子死了 现在 该你了 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我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从今天开始 江北 再无汪家 哈哈哈哈 臭乞丐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整个江北 我们汪家占了一半 城市家 也要给我几分不灭 还有那个富可敌国的清城集团 也是我的合作伙伴 你一个臭 凭什么灭汪家 城主府 清城集团 这就是你的仪仗吗 老东西 不出三分钟 你们汪家 就要破产 别跟老子拖延时间了 实际上的话 交出你老婆 我先玩了它 再把它弄死 给我儿子陪葬 只有你们全家上下 男的全部错误杨辉 你的都买咬子 叶天 你赶快走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一个人承担 求你放过叶天吧 现在知道 求我了 刚才干嘛去了 你们这对狗男女 都得给我儿子陪葬 老爷 大事不好了 城主府突然对汪家出手 查封了咱们所有的地下产业 什么 还有 您旗下的二十多家公司 全被青城集团点名封杀 所有项目都停工 所有银行都在等着催款 汪家 这事要破产了 怎么会这样 城主和莫祖那边 都说您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说您该死 叶大少 我儿子就有自趣 他该死 你放过我们汪家吧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叶天 真的是你做的 汪圣圣 你现在道歉 是不是晚了点 去去汪家 也敢侮辱我老王 我告诉你 就算是国主来了 今天 也救不了你汪家 上上下下 那是死罢 叶天 这里发生那么大的事 万一城主府追究起来 怎么办 没事 我已经和木有道 打过招呼了 你放心就好了 我送你先回去休息 走吧 城主 汪圣山父子失踪 汪家一夜破产 我们是不是要进入调查 调查个屁 这件事到此为止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这是命令 对强女战神 国之重器 竟能让大人物出手 剿灭一个小小的汪家 这就叶天的 究竟什么身份 给我查一个人 叶天 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我要亲自见他 叶天 你个吃软饭的东西 敢让老子出丑 我绝不会犯过你 你认识叶天 你是哪位 我庄毕凡 庄家的少东家 我有弄死叶天的办法 你要不要 当然想 庄兄请讲 我爹和冯城主 那可是故交 最近冯城主 在寻找的那大人 这活儿呀 落在了我爹头上 我们庄家 这也算是平不清雲 明天 我去苏世纪 你这样 好 嗯 好 叶天 今天谢谢你 要不是因为有你 我都不知道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说啥呢 你说我老婆 以后谁敢欺负你啊 我揍他 什么 公司出事了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公司出事了 我得去处理一下 我送你 走 妈的 老子都等三分钟了 苏青梅人呢 庄少爷 我们苏总 正在路上 马上就到 老子现在什么身份 你敢糊弄我 庄少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庄少爷 有事冲我来 别为难我的人 苏青梅 你怎么跟庄少说话 庄少今天来 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别的事 这个你认得 我和青城集团十个亿的订单 我都二人等 庄少爷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苏青梅 你真别跟我庄少 这十个亿的订单 可是老子呢 你可别翻脸不动 庄毕凡 这十个亿的订单 是我拿来的 跟你 有什么关系 就凭你 一个吃软饭的 你可别说十个亿了 就是拿下一百万的订单 我也叫你升低 这个合同 是我亲眼看到 确实是沐总交给叶天的 苏青梅 你真是个蠢货 那就是个障眼法 整个江北 除了咱们庄少 谁能弹成这笔订单 你可知道 庄大少是冯承主面前的大红人 你一调一点 冯承主最近在选一位大贵人 思来想去 还是我们庄家 办事例 倒也算不上什么大红人 不过让沐青棚 给我卖个面子 那倒是不难 还是庄少大气 苏青梅 你是怎么当上董台的 要是把庄大少惹毛了 我们苏家全都完蛋 许昆承主做事 收益承主可是手握重点 连青城集团也要给他面子 庄家确实要崛起了 我不能得罪他 庄少 是我跟叶天不懂事 庄比凡 你说冯永华在找一位贵人 你个臭屌子 你敢直呼冯承主的名号 你找死 万一冯永华要找的贵人 是我呢 冯永华要找的贵人 是我呢 就你一个窝囊费 只会吃软饭的家伙 如果冯承主找的那位贵人 是你的话 我跪下给你舔鞋 苏青梅 你可真是找了个好老公啊 就凭他那大逆不道的话 你老老实实 从总裁位置上退下来吧 我劝你们两个 还是少说两句 冯永华找的人 就是我 昨天晚上 大师姐给我发邮件了 笑死了 就你这个泥腿子 还一口一个冯永华 你有几条命啊 臭小子 跟你大师姐说的 你自己就是个臭屌丝 你大师姐能是什么山范 能比你抢哪儿去啊 青梅啊 我劝你啊 还是早点离婚 跟了我吧 等我爸 把那位大贵人请过来 往后我们家 可就是江北第一家族 你 以后也是我们江北的 第一夫人呢 哈哈哈哈 对不起庄少 我已经是叶天的老婆了 不管他有没有能力 我都是嫁鸡随鸡 嫁骨随狗 好一个夫妻情深啊 好一个苏氏集团的总裁啊 我看你啊 是要铁了心包庇这个废物啊 好 那我作为逢城主 最忠实的狗 那不得向他老人家 汇报汇报 苏青梅啊 你还真是不懂事啊 你现在赶紧给庄少道个歉 房屋都开好了 你好好伺候人家几天 人家开心了 这事就算完了 打我老婆主 你们也配 王永华 限你一分钟之内 滚到苏神集团了 打我老婆主 封城主来了 肯定是来给庄少爷撑场子来的 要是这个瘦小子叫来 怎么可能这么快 叶天 你死定了 叶天 你给你走吧 这里还有我呢 没事 老婆 没有人敢动我吗 封城主 封城主 没想到 这点小事 还让您亲自跑一趟 太感谢了 你是哪个 我是庄稼的敌长子 庄必反啊 对对对 没有什么印象了 你让一下 我还有事 谁是叶天 城主 就是这个臭小子叫叶天 他一直对您出言不逊 还直呼您的名讳 是啊 封叔叔 他还说 他是您要找的贵 还是他大师姐跟他说的 像他这个 他大师姐应该也不是什么好货子 您一定要好好惩治他 他这是对您的不敬 一回老子的贵人 一回老子的贵人 封叔叔 像他这种穷兵 不能是你找的贵人吧 闭嘴 叶公子的身份 别说是骂我 即便是跑了我的祖坟 也是老子的荣幸 庄家怎么出了你这个蠢货 看来庄家 没有必要存在了 叶公子 叶天 刚刚是我错了 是我 是我对您不敬 我再也不敢了 叶公子 我是江北城主 冯永华 是您大师姐的小弟 叶天 你真的是冯城主 要找的贵人 老庄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来 冯永华 是我大师姐的手下 他来找我 等着呢 冯永华 你就找这两个人 过来迎接我的吗 什么意思 我还要感谢他们吗 来人 给我把这两个畜生 给我拖出去 给我狠狠地打一顿 叶公子 叶天 我说了 我跟他开玩笑 我再也不敢了 叶公子 今天发生这种事情 我身为城主 难辞其咎 为了他歉意 想请您吃个饭 还望您闪个脸 没空 我还陪我老婆呢 叶天 你别这样 多一个朋友 多条路嘛 快去吧 行 老婆 你说了算 什么 老爷子病倒了 你等着 我现在就回 叶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我家老爷子不行了 我得回去一趟 你今天的事情 办得不错 我给你走一趟 治病 我认第一 没人认第二 请 老爷子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还带了个 像把老回来 别胡说 这是叶神医 他的医术很厉害 我请过来 给老爷子治病的 二弟 你是不是被忽悠了 这种连毛都没长齐的 臭小子 能给咱老爷子看病 他的病 很难治吗 好大的口气 是医院的专家 检查过的束手无策 难道你医术比 他们还高 大姐 不许对叶神医无理 他们 真的不如我 这么厉害 那请问你是哪所名牌大学毕业的 你有刑医资格证吗 我没上个学 也没有刑医资格证 没证 没学历 你还敢自成神医 你信不信我马上报警把你抓进去 叶神医是我请来的 我就相信他的医术 二弟 你是不是脑子傻了 这样的人你请来给老爷子看病 万一看出个好歹 你能负担得起吗 老爷子 得的可是急症 你在这拦着 不出十秒钟 他叫吐血身亡 我信你个鬼 等到寒神医来了 就能看好老爷子的病 寒神医 那位龙医大人的徒弟 不错 有他在 咱家老爷子定能平安无事 寒神医 我没有受过这样的徒弟啊 我没有受过这样的徒弟啊 寒神医这么牛逼的身份 他会扮你为师 你还真把自己当龙医大师啊 你个臭屌丝 叶先生 既然寒神医要来 要不然您先下楼休息吧 不必了 一会儿 别求我 寒神医 你可算来了 我先看看病人 我要是早来一会儿就好了 还有机会 这冯先生的脉象 这么弱 我恐怕 也无回天之力啊 寒神医 求求您再想想办法吧 只要能治好老爷子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了 要是我师父在那儿 龙医大师 他肯定是有办法 可惜啊 时间来不及了 打着我的情好嫌疑 谁给你的胆子 大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这样跟寒神医说话 寒神医 您打我干什么 我是在替您说话呀 闭嘴 你敢对龙医大师无礼 什么 他是龙医大师 他是龙医大师 师父 寒神医 您是不是搞错了 他这是个连洗衣子 跟战斗没有的臭屌丝啊 闭嘴吧 叶先生 刚才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您大人有大量 救我父亲一命吧 行 我看你还算孝顺 就饶你们这一次 不谢先生 他就 叶先生 这是最新款的宝石节 是我有点心意 请您无论如何 都我收下 不必了 我不缺这点 师父 冯城主是怕您不高兴 您要是不熟 他会一直提心吊胆 行 把这辆车送到苏家 给我老婆 您放心 我这就派人去办 叶天 你在哪 妈要比我改嫁 你快回来 妈 我和叶天的婚事 爷爷都同意 你还在这闹什么 那死老头子 要叫他自己嫁 你是我生的 不要你嫁给谁 你就得嫁给谁 聖梅啊 你的事呢 阿姨都跟我说过了 废话 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费 他给不了你幸福 谁说我给不了他幸福 谁说我给不了他幸福 叶天 你终于来了 我再不来 老婆叫人快跑了 叶天 你个死穷逼 怎么好意思来的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青梅是我老婆 我来接我老婆 有什么问题呢 叶天是吧 我知道你 这个没爹没妈的臭女子 都比理 你拿什么呀青梅 你呀 还是赶紧离开青梅 说不定 我高兴 还能少你口饭吃 让我给你夺位子 你算哪个臭 闭嘴 谢少身家过亿 你这种穷鬼 死了连棺材本都买不起 拿什么恨人家 阿姨 你别生气 为了一个下等人 气坏身体 可不迟当的 不就是一个亿吗 我也有 这就是我的骗礼 你可要笑死我了 猪鼻子插大葱 跟老娘装蒜 拿张破卡 吓唬谁呀 妈 这张卡可是 青梅 我觉得阿姨说的没错 既然你这么有钱 该不会连骗你都没给过吧 限量款迈巴赫的钥匙 也就三千万 这一份呢 云夏别墅的购黄合同 两个亿 而且写的还是青梅的名字 这可是江北第二大别墅 谢少 你真的同意写青梅的名字 一点小钱而已 等到咱们两件联衣 苏甲 定能更上一层楼 这两个东西呢 便是我的聘礼 现在 该轮到你这个废物 这是吧 这就是我的聘礼 这就是我的聘礼 就是一把破钥匙 你也敢拿出来做聘礼 我女儿怎么找了你 这么个混蛋玩意儿 破钥匙 这可是云顶别墅的钥匙 云顶别墅 那可是江北排名第一的别墅 价值五个亿 拿什么买 区区五个亿算多吗 真是嘴硬 你说这别墅真是你的 那你敢带我们去看看吗 有何不敢 老胖 走 我正好带你去看看我们的新家 你个废物 该不会连车都没有吧 金梅 带着阿姨坐我的车 不必了 我们打车去 你个死丫头 有豪车不坐 打什么车 车吗 我倒有一个 限量款的保时捷 没见识的东西 限量款的保时捷 在整个江北 只有一辆 对不起 已经被冯城图定了 对 就是他送我的 你可满嘴混混 还不住嘴 敢打着封城主的旗号 你是想给苏家 带来灭顶之灾吗 请问 哪位是叶天 叶先生 是我 我是江北门店 保时捷的总经理 这是您的最新款车钥匙 请您收好 是吗 这怎么可能 是吗 这怎么可能 这是相关手续 请您收好 如果没有事 我就先请告退 不就一辆破车吗 不信 真买得起云顶别说 那我们就走着瞧 老鹏 回来你坐进去 老鹏 就这里了 还在眼 你这种臭屌丝 还敢冒充业 可别待会儿 被保安赶出来 那就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怎么可能 云顶别墅可是价值五个亿 哎呀 叶天 真不愧是我们苏家的成龙快婿啊 叶天 这房子是 还有问 肯定是他偷了业主的钥匙 否则 就凭他这种穷逼 怎么买得起云顶别墅 你怎么跟猫坑里的苍蝇一样 没完没了 爱信息 不信 滚 喂 这里有人偷了你们业主的钥匙 不入室盗窃 快把他抓起来 快把他抓起来 谁这么大胆 敢来云顶别墅偷东西 在那儿呢 叶 叶先生 我不知道是你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快把他抓起来啊 抓你大爷撞 叶先生可是云顶别墅的业主 我要带我老婆看房 其他人都赶出去吧 放开我 我可是卸尔集团的总裁 阿姨 你可千万不要上了这个傻小子当啊 谢成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对我的宝贝女婿不尽了 我可对你不客气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走 我们进去看看 阿姨 你可千万不要摄了他的档啊 这傻小子一定没安好戏 谢公子 你要是再敢诋毁我 金龟血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女婿 快等等我 老婆 这个过是怎么样 满意吗 这么贵的别墅 我要是再挑毛病 怕是有点不知好歹了吧 妈 你干什么 别闹了快开门 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 抓紧时间 早点让我抱上孙子 你干什么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我还能干什么呀 想得美 老规矩 你哪地铺 这水滴上这不着凉 我会感冒的 你个神鹰还怕感冒 信鬼呢 哪位 四十斤 你来江北了 你能不能让我和你爹 省点心啊 昨天是沈千秋 今天是风永华 怎么 明天你还要得罪 蓝烟二不成 哎呀 不是干爹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都是那个夜天 闭嘴 给我去闭门思过 不过这个叫夜天呢 敢欺负我干儿子 那就是不给我 郑某人面子 我要去会会他 哎 什么 总盟主快到江北了 你要给他小师弟庆生 你立马带人过去 封锁机场 迎接蓝猛部 我随后就拿过 好 必烦 跟我去机场 快 机场在被封锁 任何人不得入内 封锁 哦 夜天 你个废物来这干什么 你能拦 我为什么不能拦 你少跟我装逼了 你知道我干爹是谁 武盟的副盟主 赵震南 他一只手就可以碾死你 副的呀 那还真不行 你个乡下人真是没有文化 别以为有冯永华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在我面前装逼 你知道我今天接的是谁吗 真不知道 武盟的总盟主 蓝盟主 他的权力 能碾死十个封永华 今天啊 我庄某人 获得了为他接机的输入 我们庄家 可就是江北的第一大世家 到时候 看我怎么弄死你 你想弄死我 你们总盟主 应该不会同意的 蓝炎儿 是我师姐 今天 我也是来接他 你少在这装逼 你还敢直呼 我们总盟主的名号 还敢跟他攀上关系 我看你今天怎么死 丢把这个大逆不到的东西 给我弄死 欺负我的男人 我看谁敢 欺负我的男人 我看谁敢 四十姐 小师姐 小师姐 四十姐 我闯不过气了 我都不怕被压扁 你还怕什么呀 师姐 这么长时间不见 你这个规模 好歹也是你一手带大的 怎么可能小 要不 你摸摸 改天吧 美女 她就是个人渣 倒不如你跟了我 滚 还挺横 女人不都有个价吗 说吧 我可是五盟父盟主 赵震南的干儿子 你要跟了我 不仅有钱 以后啊 你在江北 还可以横着 听不懂人话是吧 滚 很横 很辣 让我好好玩玩吧 若我师姐 你找死 小鳖三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护着她 啊 啊 屌丝 就要亲眼看着你的女人 如何被我玩弄啊 找死 啊 你敢打我 我告诉你 一会儿总盟主来了 他不会放过你的 啊 听说你跟那位总盟主很熟 那可当然了 美女 不用怕 你只要晚上好好摆几个姿势 我还是很疼你的 那你可以去死了 小师弟 住手 谁敢动我五盟的人 小师弟 住手 谁敢动我五盟的人 师姐 五盟的风气 是该好好整顿整顿了 放心 师姐一定给你个交代 我不是让你守着 怎么能成这样了 干爹 就是这个夜天 在门口闹事 还有那个 他们是一伙的 小子 敢得罪我们五盟 你是不想活了 你又是谁 真是五盟的人 小姑娘不知道天高地厚 反相为我 我 赵震南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为何代表不了 干爹 你快弄死他们 还有这个女的 我可要带回去 好好玩 别急呀 等干爹 今晚总盟主 谋完正事 这俩人 你想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总盟主 不就在你眼前吗 他 他是盟主 你脑子被门夹了吧 他要是蓝烟儿 我把头搁下来 给你当球踢 供应蓝盟主 供应蓝盟主 孟老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个女人 怎么可能是蓝盟主啊 是啊 孟老 他一看就是个冒把货 孟有道 这就是你管理的五盟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说 你们给孟老下了什么药 你哪只眼睛 看到下药了 孟老息怒 刚才我一只在机场里面 没有看到有人出来呀 我敢保证 他绝对不是 你是想把我江北五盟 放在火上烤吗 还不跪下 怎么 不服 盟主 我错了盟主 什么 他真是盟主 小师弟 江北五盟 本就是为了保护你而建立 怎么处置 你说了算 叶大爷 叶爷爷爷 我错了 请饶我一命 饶你一命 之前 不是饶过你吗 叶天 我真的是错了 叶天 我错了 你饶我一命吧 孟老 参与此事的人 一律按蒙龟出治 属下得力 蒙龟第一条 以下翻上车 赶 我拖下去 孟老 孟老饶命 孟老 属下告退 不错嘛 小师弟 铁血收吧 那师姐 是不是应该给我什么解忆啊 信不信 我把你的工具没收 不用了 我开玩笑 开玩笑 好了 别闹了 你二师姐跟三师姐还等着呢 别让他们等着急了 走 二师姐 生日宴准备得怎么样了 请箭已经分发出去 就定在明天 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吧 这既是我们的意思 也是大师姐的意思 大师姐来了 保密 明天你就知道了 小师弟 明天生日宴 你想要什么礼物 嗯 我想要四师姐 铁儿 小师弟 这是发你的牌子 要不 你去习仙 这小坏蛋 还想翻牌子 美的他 四妹 你不会是不敢了吧 这有什么不敢的 到时候 你们可别羡慕 四师姐 我只是口汗 你没必要认真吧 我不管 我就老真 别别别 四师姐 我现在活身都是汗味 我去洗个澡 就你事情都 快去快回啊 师姐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个死丫头 非要带他进来 你还嫌咱们家 不够丢人啊 妈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们连婚都没结 没迷没分的 谁和他是一家人 对了 我听说 今儿的主角 是一位鼎天的大人物 要是那位大人物 是我的女婿 那该多有面子 哎 青梅 待会见到那位大人物 就使劲旁边眼 上去勾引 妈 我可是有夫之夫 宴会开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青梅 李阿姨 你们来了 叶天 你怎么敢来的 你都能来 我为什么不能来 上次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不就是买错了保安 你有什么好得意 谢少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阿姨 您还不知道吧 云顶别墅从未出售 李铁业 就是今天那位大人物 好你个叶天 连我都敢骗 李阿姨 像这种心术不正的人哪 根本就配不上青梅 并且 只会给苏家带来灾火 你说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那位大人物 我就是那位大人物 你就是那位大人物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 就你 穿得连乞丐都不如 还敢冒充大人物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 你配吗 那你倒是说说 我哪里不配 你还真是死牙子嘴硬啊 我告诉你 那位大人物 位高权重 就连青城集团和武盟 也只有提鞋的份 更别说你这种废物 谢少说的对 只有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 才配得上我家青梅 至于你 还不快滚 妈 我相信叶天不会这样 苏青梅 你到底要傻到什么时候 我告诉你 谢家背后 靠的可是冯玲 冯玲又是冯承主的青姐姐 冯承主又背靠着今天的大人物 如果你嫁不去 绝不会吃亏 青梅啊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不过 你放心 他敢得罪那位大人物 冯承主一定不会放过他 好 那你就把冯有华叫回来 我看看他怎么不放过我 好大了胆子 竟敢直呼冯承主明慧 好啊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给冯玲姐打电话 喂 姐 我是谢成 你方便过来一下吗 好 姐我等你 你等着 我看你待会怎么死 敢得罪冯承主 你知不知道 在江北 冯承主就是天 真是找死啊你 叶天 要不你就先走吧 冯家是你的最不起的 想跑 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里去 来人 给我把他压住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在我这里闹事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在我这里闹事 冯玲姐 你可算来了 刚才就是他 不光敢冒犯那位大人物 还敢直呼冯承主明慧 简直该死 是你 让冯永活过来见我 放肆 你还敢对冯承主不敬 你是不小活了吗 见过叶神医 冯玲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你口中的那位大人物 冯玲姐 您这是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不 不可能 是他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那种大人物吗 我不信 怎么 你在质疑我 叶大人 请问有什么吩咐 听说 你就是现下的靠山 不不不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你个谢成 竟然在外边打着我的旗号 在外边招摇照片 你是想死吗 冯玲姐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叶大人 你还有什么吩咐 难道叶天 真的是那位大人物 他是个屁 我就是预计好 救了冯老爷子而已 等叶会开始 叫那位大人物 我看你怎么死 叶天 我还真以为你飞黄腾达了呢 原来只是那个会吹牛的废物 苏青梅 你还想我们不够丢人吗 别以为你是青梅的母亲 我就不敢动手 叶天 你动一个试试 敢在这里动手 你是不把那位大人物 放在眼里吗 啊 叶天 别冲动 我们先进去吧 今日 我冯永华非常的荣幸 能够受到那位大人物的邀请 来主持今天的宴会 首先 感谢各位的赏脸 其次 让我们用热力的掌声 有请今天的主角 大人物 叫你呢 没听到吗 不会是害怕谎言被戳穿 上去刁人现眼吧 啊 哈哈哈哈 谢少说的对 要不是您慧眼如炬 我们差点都被他骗 还大人物 我呸 我看他呀 被吓得都快尿裤子了 叶天 你去哪儿 才真是个没脑子的蠢货 稍微一击 就忍不住了 待会儿 我看你怎么死 叶天 快下来 苏青梅 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 好厉害哟 哎 大人物 你不会要兴师问罪吧 啊 我好怕怕哟 今天宴会那是什么大人物 连冯城主都要毕恭毕敬 就你 也想冒充 真是笑 来人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拖出去 叶天 你扰乱宴会秩序 得罪冯城主 还不乖乖束手就擒 放肆 谁给你的胆量 让你这样跟叶大人讲话 冯城主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 你闭嘴 叶大人 叶天 难道真的是他 冯城主 他就是个没有背景的臭泥腿子 怎么可能是那位大人物 难道你是在质疑我吗 冯城主 一定是你认错人了 他就是一个偷鸡摸狗之辈 他不可能是那位大人物 你们这些有眼无助的东西 这位大人物就站在这里 难道你们一个个都是睁眼瞎吗 冯城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骗子 现在呢 大人 刚才那时我永远无助 求你看在冯城主的面子上 让我一命吧 我的面子 你也配 来人 给我把他扔出去 大人 大人 我知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大人 冯城主 我知错了 冯城主 叶天 我的好女婿 刚才都是妈的错 求求你 不要往心里去 好女婿 你的女婿 不是谢成吗 不 她怎么能和你一遇呢 在我心中啊 你才是我苏家的女婿 叶天 你真的是那位大人物 我都跟他们说过很多遍了 他们都不信 苏小姐 我师弟是不是欺负你了 如果是的话 你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在开玩笑 二师姐 我只有被欺负的份 好吧 你也不帮我出头 你还敢说 从小到大 只有大师姐能欺负得了你 对了 大师姐找你 跟我回去一趟 大师姐 她到江北了 嗯 先跟我回去一趟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 老婆 我先回去一趟 一会就回来 嗯 正好我也回到公司 好 走吧 臭小子 给我滚 哎 得罪大人物 失去房间的庇护 从今往后 我们现在 将幽无出头之日 成儿 不是让你参加宴会吗 你蹲这干什么 我被他们赶出来了 爸 你知道这次宴会的大人物是谁吗 就是苏家的那个废物赘婿 叶天 叶天 你被他给骗了 你被他给骗了 怎么可能 明明冯城主都说了呀 对呀 对呀爸 咱们谢家 这次个完蛋了 放屁 那家伙就是个冒牌货 你头兄跟我说了 大人物 是新上任的龙王店主 压根就回来 此刻正在被五星战将奥宫 送到云顶别墅 这小子果然是骗我的 谢少 你放心 我女儿啊 还是得嫁给你 这是包在我身上 这个死废物 我只要去弄死他 此事不急 先随我去云顶别墅 保不齐 还能拜见一下那位大人物 这个死废物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师姐 不是说取礼物吗 来云顶别墅做什么 你这个小混蛋 招什么急呀 师父送你的礼物 还在路上呢 马上就到 师父下山这么多年 不知道会送什么礼物 慕小姐 二师姐 这个人是 他是奥龙 龙王店的五星战将 大师姐的得力干将 之后呢 就是你的下属了 大师姐送我的礼物 不会是他吧 当然不是 其实呢 是大师姐已经把龙王店店主的位置 让给你了 怎么样 惊不惊喜 什么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 不经过一项 我同意吗 小师弟 我想你应该是会错意了 这件事跟你不是商量 而是命的 大师姐知道你肯定不会同意了 所以让我好好自信 别别别别 别动鞭子 有话好好说 我同意还不行吗 这还差不多 见过你们新店主吧 属下奥龙 见过店主 属下奥龙 见过店主 起来吧 大师姐 大师姐派你来的 凤王大人知道您在邻家备受排挤 所以特别派我来帮助您 那他有什么吩咐吗 凤王大人将于三天后 在香格里拉酒店为您举办接任仪式 现在消息已经发布 届时 全球各界巨拨都会来到江北参加宴会 这是证明您身份的龙界 三日后 那赵 把我和我老婆的婚礼 也安排在那天 要办婚礼吗 小师弟 那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 尤其是钻戒 必不可少 钻戒 我一会去买 你去准备一下会场 我要给青梅来一场世纪婚礼 属下定不负所望 没事了 退下 奥龙大人 你们是 我们听闻店主大人亲临江北 特来拜访 店主大人已经休息了 请回吧 好 打扰了奥龙大人 龙王店主 采放一下 现在是什么心情 还行吧 你这个废物怎么在这 谢成 你还真是技吃不及打呀 呀哈 你个冒牌货 死到临头还敢嚣张 我们刚才已经见到了那位店主大人 哈 对于你的狗血行径 非常生气 你死定了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 不用理他们 咱们走 你好 麻烦这枚戒指 拿给我看一下吧 我没有钥匙 钥匙在我们经理手上 再说 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你买得起吗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 就你 穿一身杂牌货 还来冒充大款 真是够搞笑 你们店里 就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顾客 就你也配 你知道这枚戒指多少钱吗 七千万 你个穷逼 几辈子都买不起吧 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们买不买得起 喂经理 你快过来一趟吧 店里有人闹事 我看哪个不长眼的 敢找我翠轩阁闹事 经理 就是他 洗钱没有 还装大款 非要看我们的镇店之宝 你们开店做生意 我要看戒指 这有问题吗 没问题 当我翠轩阁 只招待你前日 像你这种穷脚丝 哪凉快哪待着去啊 就是 也不撒胖娘照上你自己 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翠轩阁 龙国最著名的珠宝品牌 小子 买不起就早点滚的 别影响我在这做生意 不就是七千万吗 你把这枚戒指拿出来 我看好了 我立马付款 哇 你好有钱啊 这么有钱 为什么不去这只脑子呢 难道是太蠢了 吃不好了吗 像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再比你赖赖 相信我让广门把你扔出去 奥龙 带七千万现金来翠轩阁 五分钟之内 我见到 奥龙大人 大家光临 不知有何吩咐 两分钟 给我准备七千万现金 否则后果自负 好 我这就去办 奥龙大人 什么 店主在翠轩阁 好好好 我这就去这就去 如果你们敢得罪店主 我就让翠轩阁 从龙国消失 七千万还是现金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继续演啊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你还真敢装啊 七千万还是现金 你知道有多少吗 哦 对了 你怕是不知道 超过百万的现金 都需要提前向银行预约吧 现在的年轻人 只是什么都敢说 真以为拍电影了 我看他 就是脑子有问题 如果他真能拿出来 老子跪在地上喊他爹 哎 小伙子 我们大家都等着 看你七千万现金 涨啥样呢 一会七千万拿不出来 我看你怎么办 那今天 就要让你们失望了 你是要让谁失望啊 老板 您怎么过来了 老板好 老板 您来得正好 这有个臭屌丝 在咱们店里闹事 难道他就是 奥龙大人说的电视 没有农界 一定是假的 一个穷鬼都应付不了 我养你们俩干什么吃的 告诉你们 待会儿有位贵客要来 要是扫了他的箱 怎么都他妈得完蛋 听见了吗 我们老板让你滚蛋 我戒指还没买 为什么要滚 啊 你不会真的以为 有人相信你能拿出现金吧 跟这种穷逼费什么话 赶紧把他赶出去 是 老板 我这就去办 老板 把这个穷鬼给我轰出去 抓紧 先是销售 后是经理 现在 又来个老板 你们真到夜天 欺负吗 戏话真多 没能力就别炸了 你如果是我们店里 今天要来的那位贵宾 我也许会跟你道歉 只可惜 你就是个臭屌丝 那个 一会儿 轰出去之后啊 这个地上 还有这个柜子上 都给我擦一遍 别那有什么病菌 那我都要看看 那位贵客 有多厉害 你他妈找死吗 那位大人 连我都不敢得罪 你算老几 到时候 我看谁敢 我看谁敢 奥隆大人 您来了 什么 雾星战架奥龙 看到没 这才是我们店里的贵宾 像你这 还不快地滚出去 七千万现金 带来了吗 回店主 已经全部带来了 这怎么可能 奥隆大人 亲自来送现金 还究竟是何方神圣 大人 大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店主的意思 有有有 店主大人 小人一眼不识心疆域 请您赎罪 赎罪 现在知道赎罪了 是不是晚了 你们不是没见过七千万现金吗 现在看到了 看 看到了 你们这儿的店员 价子很大 可怠慢我们店主 是想到翠轩阁 从荣国消失吗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勾言开人低 你们两个不省眼 来人 把他们俩给我迈到会所去 永远不要再出来 店主大人 我知道错了 你放过我吧 店主大人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大人 大人对不起 是我也下 只要你可放过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大人 自作自受 滚 店主大人 大人 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店主大人 你在哪 还不快给我滚回来 爸 你别生气 一会儿那个废物就回来了 谢家 已经发出声明 要针对我们苏家 你让我别生气 就是 爷爷 要我说 就应该把那个废物绑起来 送去谢里 不行 叶天我没有做错 您不可以这样对他 他没错 难道我错了吗 老爷子说的对 叶天冒充那位大人物 得罪了谢家 甚至惹恼的那位 真正的大人物 现在对于苏家来说 已经是灭顶之灾了 你还敢护着他 可是莫总已经说过了 叶天就是那位大人物 青梅啊 你被骗了 他们是忽悠你的 谢手 苏青梅 你到现在了 还被蒙在鼓里 今天宴会的主角 根本不是他叶天 而是龙王殿的殿主 龙王殿 难道是世界第一组织 没错 龙王殿于今日发布声明 三天后 将在江北举行 新殿主的接任大殿 届时 全球各位巨拨 都会亲临江北 就连凤王也会出席 而我谢家 和凤王的战将 奥龙 有那么一点关系 所以 被安排筹备大殿 谢少 你竟然能和五星战将 打上关系 实不相瞒 这位五星战将的亲卫 正是我堂兄 谢家 能背靠龙王殿 集身龙国 顶级世家 那是指日可待呀 看到没 谢少这才是大人物 叶天那个废物 跟谢少比 简直是自取其数 青梅 你以后啊 得和谢少多多亲近才是 宴会的事 殿主大人非常 你和那个废物在一起 只会害了死你 嫁给我 才是你明智的选择 才是你明智的选择 拿开你的脏手 叶天 青梅 还不过来 难道你想让我苏家 被牵连吗 老爷子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叶天 你还在演戏 别以为你和穆京城联合演戏 就能骗过我 你这种小伎俩 本少爷 就是 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 你看看他 一天天不学无术 就会干些歪门邪道的事 说我假猫 那你说 真的是谁 当然是龙王殿的新任殿主 叶天 谢少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还不知罪 知罪 我就是龙王殿主 我知什么罪 你就是龙王殿主 哈哈哈哈 你是要笑死我吗 叶天 我听说呢 龙王殿主都有一枚龙剑 你不是殿主吗 那你拿出来 让大家瞧瞧呗 他有个屁的龙剑 真是笑死个人 龙剑 我刚好有一枚 叶天 这就是你的龙剑 一枚生锈发黑的破戒指 也敢拿出来充数 别不是从哪个垃圾桶里 翻出来的吗 啊 哈哈哈哈 看来这就是龙剑呀 这是掌剑术 还龙剑 真是笑死个人 这种鬼话你自己信吗 我的话不可信 难道他的话就可信吗 放肆 谁运行你这样跟谢少说话 想让我 我相信 可以呀 你不是龙王殿主吗 有本事把五星战将奥龙叫过来 啊 不就是个电话的事情吗 难吗 那你倒是叫啊 这回你可没机会请演员了 因为 我唐兄就是他的护卫 奥龙 限你五分钟之内 带着你的护卫 来到苏家 哈哈哈哈 还敢用这种口气跟奥龙大人说话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那位龙王殿主吧 啊 满口谎话的废物 竟然打着龙王殿的旗号 招摇撞骗 你有几颗脑袋 来人 把他给我绑起来 送去奥龙战将的住处 请罪 爷爷你就放过夜天吧 苏青梅 你可真是个白眼狼啊 不但不帮我们苏家做事 还把我们往火坑里推 白眼狼 要是没有我老婆 你们倒就和西北风去了 放肆 还敢口出狂言 如果不是你 我们苏家怎能如此 苏青梅 你不是要救这个废物吗 可以啊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来 剥光衣服 坐上来 自己动 你无耻 我无耻又怎样 现在 整个苏家的命运 都掌握在我的手上 哎呦 我的傻女儿 谢少愿意要您 是给你面子 再说了 跟着谢少有什么不好呀 看到没 你的女人 现在也是我的 而你 只能眼睁睁地看 谢少说得对 以后我们苏家 还得多多仰仗您呢 谢家和苏家联姻 强强联合 必将会成为江北第一大家族 你们这群强头草 把我老婆当什么了 当货物吗 你说得对 就是货物 可是那又如何 你一个废物 你拿什么跟我斗 老爷子 现在是你苏家 表忠心的时候了 我要让他四肢皆废 永远也爬不起来 动手 你们找死 你们找死 唐兄 你怎么来了 你认识 贵大人 他是我堂弟 见了奥龙大人 还不赶快行礼 见过奥龙大人 奥龙大人 大驾光临 请恕老夫 有失远迎 祖家奥龙 见过殿 什么 他是龙王殿主 奥龙大人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伙就是一骗子 你是在质疑我 不不不 奥龙大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伙 凭里就喜欢招摇撞骗 他怎么可能是龙王殿主吗 线上说的对 这个夜天 他就是一废物 奥龙 告诉他 我是谁 龙王殿 新阵殿主 奥龙 你有个好护卫啊 奥龙大人 这一切都是 谢家打着我的名号做的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勾结外人 一下犯上 自己去暗欲受访 谢大人 弟弟 不不 谢大人 我的错 我再也不敢了 就你再给我死机会吧 给你机会 是上帝的事情 我负责 送你去见上帝 我负责 送你去见上帝 青雷 刚才都是爷爷的错 只要你愿意 以后苏家家主 就是你的 对 你爷爷说的对 你就原谅我们吧 啊 夜天 我累了 好 我送你回去 这里的事情 交给你了 走吧 本来 新任店主 接任大典临近 我不想大开杀戒 但是 如果要是还有谁 敢入我龙王殿的威严 我绝不轻饶 尤其是你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唐秀 以后不要叫我唐秀 唐秀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那个夜天 真的是店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 新任店主身份神秘 谁也没见过 也就是说 那个夜天 很可能不是龙王殿主 有这个可能 新任店主 不喜欢抛头露面 对这个夜天 有可能只是一把刀而已 我懂了 夜天不过是店主的一把刀 而店主就是那个操刀手 行了 我要回暗域了 你好自为之 苏家 让一个废物坠绪 害得我颜面尽失 还害得我唐秀丢了饭碗 这件事情 你们要是处理不 就让你们从江北滚蛋 邪烧 您放心 我苏家定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复 夜天 你真的是龙王殿主吗 老婆 我从没骗过你了 我相信你 只是最近发生的事太多 感觉跟做梦一样 最近的事情都真的 不是做梦 而且 我给你准备了一场 世纪婚礼 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要的永远都只是 平平淡淡的生活 喂 什么 大师姐出事了 在哪 把电视发给我 大师姐出了点事 我得过去的 你在家里 乖乖等我 凤王大人 你不愧是国之利器 我们组织青角行动 差点让你跑了 九龙 你们好歹是龙国第一杀手 为什么给太阳国当狗 当狗又如何 在我眼中 只有利益之上 九龙 都是鞋硬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凤王大人 还不知道自己中毒了吧 你只要再调动内力一次 就会毒发身亡 你们还真是卑鄙无耻 凤王大人 有别了 小少师姐 你的命够硬吗 小混蛋 再晚来也不再也见不到我了 师姐 你先别说话 这是三师姐做的解读单 你先把它吃了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小子 想英雄救美 你还没这个资格吧 有没有这个资格 这样就知道了 小子 不错 有点本事 但鼻气 差圆了 师弟 记得留活口 属下旧驾来迟 请凤王大人责罚 没事 起来吧 师姐 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好 大师姐 您体内的毒 已经解了 不过最近 最好便使用耐力 好好休息 正好 趁这段时间呢 好好休息 对了 刚才那件事情 你怎么看 奥龙嫌疑很大 不过 还没有证据 我也一直怀疑 龙王殿内部出了叛徒 只是一直没有头绪 奥龙又是我的心腹 所以我一直没有怀疑到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奥龙虽然有怀疑 但并不代表他就是盘子 不过 我有一个办法 既然杀手的目标是你 我就让四十姐保护你 等到金人大典那天 叶天哪 让那个骗子出来见我 叶天 他怎么可能是骗子 谢少的护卫 已经拆穿了 那个骗子的把戏 他不过是店主大人的 一颗棋子 什么 青梅都怪叶天那个混蛋 现在谢少震怒 非要苏家给个交代 否则就要让苏家破产 爷爷 既然叶天不在 那就让这苏青梅顶上 反正谢少很喜欢他呀 苏华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要去你们去 我是不会去的 为了苏家 今天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小师弟你放心 这段时间大师姐就交给我了 那就麻烦你了 四师姐 跟我还客气什么 四师姐 轻点轻点 我以后不会了 你手机也推塌了 哈喽 我不是让你去保护我老婆吗 苏小姐 被送给谢少 什么 刚才我去苏家送邀请函 却得知 苏家为了换取邀请函 已经将苏小姐 送到谢家了 背车 去谢家 谢少果然言而有心 只要有了这份邀请函 我苏家 极身一流世家 知日可待呀 是啊爷爷 这可多亏了谢少 静梅啊 妈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但是 现在苏家全在仰仗你吧 所以这就是你把我卖给谢家的理由 你看你这海 说的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卖 妈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青梅 你要是不愿意 我也不强求 只要你喝了这杯水 我们两家的恩怨 就化干戈为玉帛吧 真的 啊 叔父 没事真的太好了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都怪我 下次 我一定早点回来 叶天 你还敢来 老爷子 你把我老婆都卖了 我不该回来吗 叶天 你来了又能如何 没有我们谢家的邀请函 你们就去不了金人大脸 邀请函 很难吗 这真的是 这张邀请函 这张邀请函 是我让奥龙 特意为青梅准备的 全世界 只有这一张 怎么可能 然来如此 我说你这个废物 怎么会有邀请函 啊 谢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谢少的意思很明显 这张邀请函是假的 假的 没错 我谢家的邀请函 是黑色 而你这张 是红色 不是假的 是什么 啊 谢少说的对 这份邀请函 就是假的 有眼无珠的东西 连至尊邀请函 都不认识吗 叶天 你并装谢少 还不赶紧下跪道歉 还至尊邀请函 你是白痴吗 你以为 就随随便便起个名字 就能唬住我吗 啊 爷爷 你们也太过分了 先是拿我换取邀请函 现在要让叶天 给他下跪 你们有考虑过 我的感受吗 秦梅 怎么跟你跟你说话 爷爷 他有把我当过 他的亲生孙女吗 在你们眼里 我只不过是 你们交换的货物吧 叶天 我们走了 我就先让你们苟活几天 等到接任大典 苏家 谢家 一个都跑不了 其实 你早就应该看清 苏家人的罪恋 在他们的眼里 只有利益 你一直在提醒我 可是血脉相连 又岂是三言两语 能斩断的 我理解你 不过现在脱离苏家 也是一件好事 而且公司在你手里 他们早晚 会过来找你的 当初要是没有你 我现在 可能一无所有吧 那 你不讲了一下老公 惊喜来得这么突然吗 老公 我们去领证吧 只有这样 家人才不会反对 好 苏青梅 等到了接任大典 我取得店主大人的欢心 你还不得 屁颠屁颠地 跑回来 诚儿 欧容大人 诚儿 吩咐你的事 办得怎么样了 全部都办错了 苏家 现在对我是严谨记从 我让他们往东 他们绝不敢往西 明天的事情 千万不要出现任何的差值 否则 不论是谢家 还是我 都会万劫不复 大人放心 我们谢家办事 定当竭尽全力 保证完成任务 爸 你怎么会和奥龙大人 攀上关系啊 龙王殿内部复杂 昊龙想取而代之 但这件事若想办得 天衣无缝 就必须有能替罪羊 哦 原来你让我给苏家 送邀请函 是为让他们送死啊 不错 等明日 奥龙在宴会上 斩杀凤王和新任殿主 我们谢家 就是首要功臣 到时候你我父子飞黄腾达 还不简简单单 哈哈哈哈 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哎 老婆 既然我们领了证 那么 我们不如趁热打铁 今晚就生米楚生 手办怎么样 想得美 就算是那样 也得等结婚以后 你确定啊 说话算数 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 那岂不是晚上 我们就可以跟羞羞的事了 明天不是龙王殿主的 金人仪式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可别后悔啊 走 叶天 你知道崔宣格的事情吗 什么崔宣格 一看你就平常 不在网上冲浪 最近有位神秘富豪 去崔宣格买戒指 看上了针殿之宝 结果被店员和经理 嘲笑了一番 然后让人送来了 七千万现金 可解气了 老婆 这个神秘富豪 就是我 我才不信呢 有评论说呀 这位富豪 很有可能和今日大典有关 你看 还有人拍到了背呀 老婆 这个人 真的是我 我不是相信你没钱 而是要在短时间内 从银行调动七千万现金 这绝非正常的能够办到 我猜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位 新任的龙门店主 老婆 你要是不信的话 等到今日大典那天 你就知道了 被他这么一说 这背影确实有点像他 老公 你不和我一起吗 你先去 我在这等个人 稍后就到 嗯 建国店主 这是你购买的钻戒 很好 给我老婆求婚 刚好是 走吧 送我去会场 小师弟怎么还不来呀 应该快了 盟主 您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办妥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必定又是一场心风血雨 大师姐 不必太放在心上 毕竟人性如此 谁也没有办法改变 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 否则我一定会亲手杀死他 绝不受软 大师姐 别冲动 这事啊 交给我们五盟就行 你还有伤 不能使用内力 这点小伤 燕儿 你也太小瞧我的医术了 这次呀 还真是多亏了画画找来一位 珍贵的药材 才得以让我恢复如初 不过 这件事先不要伸张 苏青梅 你怎么有脸参加接任大典 我来不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青梅 注意你说话的太多年 我的傻女儿 你说你 跟家里人赌什么气 快跟爷爷说句好话 说不定啊 他能带你进去 既然我已经选择离开了苏家 那我就没必要妥协 你 苏青梅 你个白眼狼 你看你把爷爷气的 我们走 请出示您的邀请函 请进 青梅 你怎么不进去 我在等我老公 你竟然喊那个废物老公 苏青梅 你还真是喜欢租建自己 跟你有什么关系 开嘴硬啊 怎么你一个人 哦 我懂了 不会是 那个废物老公把你睡了以后 怕了吧 你嘴巴放干净了 我老公马上就到 一口一个老公 苏青梅 你还要不要脸了 我们苏家的脸面 全都被你给丢弃了 就算那个废物来了 又那龙 我现在可是龙王殿的下属 捏死他 还不是轻轻松松 捏死我 你有这个能力吗 哟 我以为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废物 还敢承认 你怕是不知道 我现在的实力吧 老公 他是奥隆大人的下属 咱们走吧 放心 我来解决 你拿什么解决 会求谢少原谅吗 啊 哼 陆青梅 你现在要是回心转意 我就带你进去 我 像你这种普通要求行 还是神圣吧 走老婆 我们先进去 哼 叶天 你不会以为 停这张假货啊 你就能进去 假的就是假的 永远也争不了 跟这种人 待在一个会场 我得嫌晦气 叶天 你听到没 你呢 现在 就是一只过肩毛手 人人烦胆 还不快滚 我劝你啊 擦亮眼睛看清楚 这伪造妖请函 可是再打龙王殿的脸 就是 可不能放过他 叶天 要不你给牧总打了电话 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是说牧京城 别逗了 他在龙王殿面前 连个屁都算不上 安定 月宾当面 你是小子代码 来请您见谅 那现在 我能进去了吗 可以 你是眼睛瞎了吗 没看见他立场邀请函 还是假的 假的 这可是尊队的至尊邀请函 这不可能 就他这个废话 怎么能有资格拿到这种级别的邀请函 老公 这邀请函是怎么回事 待会你就知道了 走 今天 你可是主角 你正经一点 今天可是龙王大典的今日仪式 行 听你的 走 这到底怎么回事 没想到 那张邀请函 竟然是真的 我知道 一定是你提前跟那个废物串通好了 好啊 你竟然以权谋似 谢少说的对 肯定是这样的 你给我等着 我自己去禀报奥龙大人 老婆 二师姐和三师姐你已经见过了 这位是四师姐 蓝燕儿 四师姐好 不用这么客气 你叫我燕儿就好 这位是大师姐 林婉容 苏小姐 你好 早有耳闻 我也常听叶天提起你 哦 他经常提起我 是不是说我坏话 大师姐 都是误会啊 我没有啊 老婆 来 坐 叶天 你好大的胆子 这手桌 也是你能坐的 这个位置 我为何坐不得 放肆 你知道这是谁的位置吗 叶天 你也不撒疯尿照照自己 就你这种泥腿子 也配坐在这儿 谁的位置不是坐 有什么关系 你个小八郎 真是不知死活 行 我来告诉你 这可是主桌 在这的人谁都没有资格 好 你就坐在这儿 放心坐在这儿 青梅 别怪妈没提醒 坐在这个位置 店主大人怪罪下来 你可担待不起 听到 叶天 你敢扰乱大典的规矩 难道就不怕奥龙大人怪罪吗 叶天 要不我们还是换个位置吧 老婆 这个位置 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我告诉你 今天负责大典安防 可是城主府的亲笔了 你敢在这里闹事 你可没好果子吃 城主府又如何 就是冯永华来了 我也照做服务 冯城主 你来得正好 有人坐在店主大人的位子上 再不处理 小心店主大人找你问罪 问罪 一夜的人的身份 想坐哪儿就坐哪儿 冯城主 你这么做 是店主大人怪罪下来 你担待得起吗 什么时候轮到你小子 在这里跟我指手画脚了 冯城主好大的官威呀 怎么还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 公永啊 你身为凤王的下属 龙王殿的一言 在这里任由这个废物 去指手画脚 你不想问了 危险 谢家 配吗 蓬城主 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 这张桌子上 坐的应该是五盟总盟主 封王那种大人 而不是他这种废物 我还说的没错 朋友 靠你清楚 这个废物不懂事 你不该不懂事吧 谁说我师弟不能坐在那里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想保他 你配吗 难道我作为五盟总盟主 也不配吗 蓝盟主 这里可是龙王殿的 你五盟的手 真的未免也太长了吧 你要是不服 可以去告传 我五盟接着便是 蓝盟主 我们可是奥龙大人的手下 您这般咄咄逼人 未免有些过了 我师姐做的挺好的 有什么不对吗 叶天 你别得意 等奥龙大人来了 我让你们全完蛋 那我 是母蛋 奥龙大人到 告诉你 你想谁完蛋 拜见奥龙大人 说话 奥龙大人 都是叶天这个废物 不要坐在手座 简直是千改万死 奥龙大人 我儿说的没错 能坐在这手座的人 无一不是各界的窍口 您可千万不能轻饶了他 我觉得这座 并没有什么问题 大人 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并没有规定 谁必须坐在什么地方 你家奥龙 见过奥龙大人 叶天 以为你就是那位龙王店主 不得不说 你确实很会吃软饭 可惜啊 凤王并非真心帮你 而是不想在这里见血 所以 在我眼里 你永远 希望待会儿 你还能保持这份嚣张 口气倒是不小 只怕你 谢少 希望待会儿 你能替我们 给店主大人 美言几句 我们的怒火 波及我们苏家 放心 等这个废物死后 我便是你们苏家的女婿 自然会帮你 谢少 我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嫁给你 苏青梅 你到底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这个废物 口口声声说要娶你 可是呢 连个钻戒都买不起 谁说我买不起 这是翠轩阁的镇店之宝 听说这枚戒指 在龙国 乃至世界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不可能 这枚戒指 不是被一位神秘富豪 买走了吗 什么神秘富豪 苏我所知 这枚戒指的主人 正是龙王殿的新任店主 不知道这枚戒指 能不能取青梅 我爸说得对 大家不要被这个傻小子给骗了 先不说 这枚戒指是否被店主大人买走 光是七千万的价格 就不是他一个穷小子 能买得起的 谢少说得对 这个废物自从来到我们苏家 从未往家里拿过一分钱 叶天 你不是最喜欢招摇撞骗了 我看这枚戒指 多买也是假的吧 吉时已到 有请龙王殿 走 走啊 叶天 敢扰了龙王殿的接人大铁 求得不太烦了吗 苏青梅 你在干什么 难道你非要一错再错 把整个苏家推进外仗深渊吗 完了 这下完了 我们苏家要遭遇灭定之灾了 都怪你们俩 苏家要是出了事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叶天 你还真是胆达妄为 我们告诉你 龙王殿不处决你 今天我也放不过你 参见龙王殿主 叶天 你真的是龙王殿主 嗯 我不信 我们苏家 失去了一次 寄身龙国顶尖家族的机会呀 今天 除了我救任龙王殿主之外 还有一件大事 亲门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只可惜 你们要做一对亡命鸳鸯 龙上不真信 没错 暗杀你的人一直都是我 我为龙王殿付出了那么多心血 叶子 你将位置传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位置 我不胡 龙 你这么做 就不怕老殿主知道吗 哼 老殿主云游四方踪迹难寻 更可怕 这件事情我已经筹划了这么久 做得淹衣无妨 谁知道是我做的 啊 哼 不可能 是 玄天下只有老殿主会解 你怎么能 难道 我既是凤女 也是老殿主 大师姐 你这藏得够深的啊 我不信 你是假的 小红的那有什么赶紧上了 老胖老胖你没事吧 哎呀啊 你没事吧 老胖 我们换个地方 与兴兴承诺吧